好 我们再看底下经文 人辱如地 一切平等 前面讲的齐心洁白是修清净心 人辱是修平等心 佛用大地来做比喻 大地能够忍辱 你看大地什么都能够承载 你在地上喷个香水 他能接受 你给他撒泡尿 他也能承受 好人他也承受 坏人他也承受 一切境界 善恶好丑 通通接纳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这是大地 所以我们学 就学大地 这叫忍辱 忍辱是忍住 不生分别 即使是在逆境恶元 面前 那还是 不起分别之中 一切平等 平等是 没有好丑 没有善恶 没有顺逆 这些分别 那偶一大师讲 静远 无好丑 好丑 在于心 其实外面境界 哪有什么分别 没有 全是自喜 心中的分别 当你能够用平等心 去看外面的境界 外面境界就平等 一切平等 菩萨修这个忍辱 你越能忍 你成就越大 成就的这种大小 跟你忍辱的程度 是成正比例 小忍就有小成就 大忍就大成就 不忍就没成就 一切菩萨 都是要得成于忍的 尤其是 你想要在这个世间 做点好事 那好事多么啊 你不忍 就不能成就好事 最大的好事是什么呢 弘法立生 弘法立生 要不要忍呢 当然要忍了 越是大好事 你越得忍 你做好事 人家都不理解 都误会 毁谤你 嫉妒你 甚至陷害你 那你会不会退心呢 退心你就没有忍了 那你就成就不了 大地的这种厚德了 所以真正能忍 他才真正放得下 不能忍的 就是没放下 他放下了 哪有说不能忍呢 所以我们要修行 最好的修行 最好的修行就是忍辱 一切境界来了 我们都接受 不要分 分别 现在很顺 很顺就顺 那现在是逆境 逆境也顺 那这心呢 就平了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 清净如水 喜诸成垢 前面讲的 齐心洁白 是从性体上来说 这里呢 清净如水 是讲修德上来说 我们要修清净心 真心本来清净 没有染污 所以齐心洁白 但是现在我们的心 为啥不清净呢 为啥有染污呢 那是习气 习气本来没有啊 那就是我们有妄想执着 就产生了 那怎么办呢 要去除习气 喜诸成垢啊 就是去除染污啊 怎么去除啊 最好的一种方法 就用这部无量寿经 就够了 这部无量寿经啊 去除染污 喜诸成垢 是最好的了 真的 从你现在出发心 一直到成佛道 这一步就够了 不要说一部经啊 一句佛号都够了 大势之菩萨 就是靠这样成就的 他就是都舍六根经验相继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从凡夫地到成佛 都是靠这个法门 那一句佛号都够 况且是一部无量寿经呢 所以我们呢 要耐心 去学习 去深入 自然你的 烦恼息息啊 一天比一天减少 智慧呢 就一天比一天的增长 那么这个成垢 最重要的成垢 最重的成垢啊 就是呢 你看到 别人有毛病 你就升起啊 不高兴了 这就是染污啊 那这个习气确实很重 我到现在 说要把这个习气去除 还没有干净 当然 这个 现在有一个好处 因为熏习经叫久了 这个念头一起来 就是不会很长时间 大概也就是啊 一两分钟之内 你肯定能解长 那马上就要把这个念头放下 洗啊 这成垢啊 太深了 把它洗掉 一两分钟时间太久了 我感觉到 要怎么样呢 一两秒钟之内 这个功夫算不错 算不算成就呢 也不算成就 要到什么呢 念头刚起 立刻觉察 立刻放下 最后呢 用久了 这个功夫 念头不起来 这才叫成就 你这句佛号啊 提得快 念头刚起 阿弥陀佛 把它压下去 这叫洗尘垢啊 心要是 你刚有不清净 你马上就觉察 要练 要用忏悔法门 把自己的那个成垢洗掉 忏悔 最刚刚开始 是佛前发露忏悔 或者是在善友面前发露忏悔 一天忏悔一两次 最重的先忏掉 到最后呢 不是说一天到晚课的时候才忏悔 太晚了 你这个一天下来 是吧 那尘垢积累了二十小时了 你再去忏 那太厚了 要怎么办呢 要先锻炼 一个小时之内就能觉察出来 我马上就 一小时之前 干的那个坏事 做错了事 讲错了话 或者起了错的念头 马上忏悔掉 这还是初学 一小时 还是太久 一分钟 慢慢缩短时间 一分钟之前 干的坏事 马上就想到 错了 想回 真干了 然后缩短到一秒钟 那你就很不错了 因为什么呢 即使海啸来了 那一秒钟还还没到你跟前呢 你这时候能够念提起佛号 你就有把握往上 一分钟还怕没把握 那地震恐怕快了 一分钟还不到 瞬间几秒钟之内 就把人给吞噬掉了 那个时候要是提不起佛号 那就麻烦了 所以要有紧迫感 危急感 孟子说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真的是这样 好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 持圣如火 烧烦恼心 火 代表智慧 持圣如火 是代表智慧很高 因为能够修清净心 自然就有智慧 清净心作用就是智慧 唯有靠智慧 你才能断烦恼 所以 烦恼比喻做财 心就是财 那么智慧是火 把那财给烧尽了 这是说明的 智慧一现前 烦恼无名 通通断了 就看你能不能够提起智慧了 转烦恼为智慧 那你一转 那烦恼就尽了 没有了 问题是能不能转 比如说 当别人骂你的时候 你要是 马上起来 这人怎么骂我 我得骂回他 生气了 这什么呢 起烦恼了 那就是凡夫啊 搞六道轮回 轮回心造 轮回业了 那智慧是什么呢 别人还是骂我 同一个人 同一桩事 他这一骂我 我立刻想到 这是来炼我忍辱的 佛教我们呢 要看一切众生都是佛 他就是佛视线了 看看我能不能考试考过关 我不起烦恼 这就是智慧 你看智慧一起来 烦恼是不是就没有了 这叫转烦恼成菩提 转得要快 再看下面经文 不着如风 无助障碍 这个障碍 在这世间很多很多 做什么事都会有 觉得障碍重重 我们的人 觉得很不自由 很不自在 像身体有毛病 这是障碍 你想修行 想用功 觉得身体很累 像我们想念二十四小时 佛 念不起来 念着困了 累 这就是障碍 想做好事 往往有人嫉妒 有人障碍 这都是属于障碍 那障碍怎么来的呢 佛告诉我们 一切障碍 都是执着来的 没有执着 哪来的障碍 所以障碍 实际上不是外面 是你内心的 自己找来的 佛在金刚经上面 教导须菩提尊者 要做菩萨 要弘法立生 要遵守两句话的教训 不取向 如如不动 你没有执着 不要取向 不要分别执着 你就没有障碍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外面任何的这些事情 发生 全都是来成就我们的 比如说 有人要请我们去讲法 结果中间有人障碍 这障碍来了 是不是障碍呢 你不执着就不是障碍 那你说 明明我要讲经说法 众生要听我讲经说法 那他不是障碍了这个法源吗 众生没有 能够有机会听到我讲经说法 这不是障碍吗 其实真的不是障碍 为什么呢 他障碍你怎么 你逆来顺受 你随随顺他 不讲就不讲吧 个人因果 个人负责 他障碍 众生的发生会灭 那他的因果就重了 而我们呢 我们一点执着心都没有 绝对不会因为人家障碍 我们就起称会了 或者是 你觉得呢 一定要怎么样 去突破障碍 去攀缘 那成了世间法 不是佛法 你这样放下执着 随随言 横顺众生 实际上啊 不也是在教导众生吗 你是不用言教 你用身教啊 告诉众生啊 要随言 消旧业 再莫造信仰 不取一相 如如不动 这就是教学啊 你看我们师父上人 他在世界各地 弘法也有障碍他的 过去在台北 台湾台北这个道场 华藏图书馆讲经 有人就 就把他赶走啊 把他道场据为己有啊 师父马上就离开 视线一个什么样子呢 一切法都不执着 连红法都不执着 无助障碍啊 对他老人家哪有障碍 他这种视线 正是红法理生 我们从他这个身教当中学到的 不会比他的言教啊 当中学到的要少啊 尤其是我们现在发心 要红法 对照对照老人家过去的行止 我们体会就特别深了 他能障碍是什么呢 你跟这众生的缘还是不够吗 你跟这个障碍的人 过去心中有这个恶缘吗 那就了了吗 再莫造信仰啊 再就一笔勾销 所以这个不拙如风 像风一样 它没有拙的呀 真正修德 修自己的德 而恢复性德 前面那四句 其心洁白 犹如雪山 这些都是讲 前面这个四句都是讲信德 后面着总讲修德 人辱如地 到这里不拙如风 信修不二 那么下面是讲自利利他 这个利他之德 我们再看经文 法音雷震 绝 为绝故 法音 就是讲 为众生 讲经说法 雷震 是比喻 像打雷一样的响声 可以震动人心 引起人们的警觉 觉悟 那么他觉悟了 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 未觉故 第一个觉是动词 就是觉悟那些未觉的众生 让他们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让他们认识净土法门 发愿往生成佛 这是觉未觉 所以佛菩萨在这世间 给我们最大的恩惠 就是说法 让我们听了之后 真正能觉悟 觉悟了就能放下 放下了就能离苦得乐 究竟的离苦得乐 再看下面经文 与甘露法 润众生故 前面讲法因 这里讲甘露 都是比喻 佛菩萨说法利生 可是这两句呢 意思有点不相同 法因呢 是讲以因生做佛事 真的是要讲 上台讲课 或者是跟人家介绍佛法 这里 玉甘露法 雨是下雨啊 下的是什么 下甘露啊 这也是比喻 那这就不是指因生而已了 这个法 代表什么呢 六臣都在说法 滋润的众生 这众生 就是我自己啊 我现在六根接触 六臣境界 能不能够得到烦 那么 佛菩萨 他用啊 各种形式的教学方法 不光是音生 还有形象 还有这个 这些礼仪 这些礼仪 等等 都是啊 说法 教导我们呢 觉悟 那么说法 可以说是 尽善尽美 比如说你走进佛堂 我们的佛堂里 供着佛像 佛像庄严 金色深 让你看到之后啊 升起恭敬心 你看这形象是在说法 那燃香 这香燃起来了 让我们的心静下来 香 比较清静 比较信心 比较界定 界定真相 所以闻到香味 马上 这些正念就提起来了 所以六臣呢 都在说法 那么这里啊 比喻啊 就像雨露 滋润的 大地万物 这个下雨 天降大雨啊 九旱风干露 大树受到滋润 小草也是受到滋润 平等 当然 大树和小草 得到的滋润呢 他们得到的不平等 为什么呢 大树吸的水量大呀 小草吸的水量少 那他吸的水量多少 跟天降雨无关 不会天说 哎呀 这大树啊 这么大 要的水多吧 我给你多下点 小草 不要那么多水 少下点吧 天没有这样的分别 都是呢 各个这个万物啊 它有不同的根性 不同的容量 它吸收就不一样 所以佛菩萨讲经说法 它无分别 平等的 便洒干露 那听的人 有的呢 得的利益大 有的得的利益少 那这个利益的多少 在谁的问题上呢 在自己啊 那我怎么能得到大利益呢 印光大师说得好 一分成净得一分利益 十分成净得十分利益 同样一个人在说法的时候 我们在底下听 想要得到圆满的利益 你要怎么存心 你把那个台上讲 讲法的人 当作释迦牟尼佛 当作阿弥陀佛 你就得到佛的利益 那是盐吧 你能开悟啊 你能证果啊 如果你把它看作普通人 行了吧 他讲 不怎么样 我上台讲了 还可能比他好了 这种心 那你真的只能得到一个 凡夫给你说法的利益 或者甚至一无所得呀 有的人听法 怎么听啊 流星听听 这个人讲的到底哪有错 看看他逻辑上合不合理 不合理的要批判他一下 这样的存心 那是毫无利益 不仅无利益 听来的都是烦恼 增长烦恼 增长分别执着呀 你看 就看你自己存心 过去佛 这个 印度啊 古印度的时代 有一个 幽婆仪 就是在家女居士 供佛 供僧 非常虔诚 附近有一个寺院 他呢 每天请一位寺院的出家人来应供 那么请出家人来的都是 毕恭并敬 毕敬 无体投地向他顶礼 然后供养食物 然后呢 向他请法 非常虔 结果有一天呢 轮到一位啊 老和尚 这个和尚虽然年纪老 但是刚刚出家的 他学佛也没怎么学 年纪大了 学不了 佛法 不太懂 结果呢 很害怕 不敢去他家 应供 怕那个被居士 问到了 打不出来 哎呀 所以就不敢去 但是 因为寺院里都在轮流去 轮到他去了去 他没办法 只好硬着头皮去 这个去到之后呢 因为他自己心里没底儿啊 走路啊 走得特别慢 啊 结果呢 走到那居士家 居士在门口远迎啊 看到这位老人家 走路啊 非常缓慢 哎 这个 仪态端庄 哇 油然而胜敬意 觉得 今天来的这位老人家 一定是非凡的 啊 得到高僧 所以呢 恭恭敬敬 把他请到这家里 啊 向他五体投地 啊 比往日 对其他出家人 更为的尊重 啊 那个恭敬心 更强了 给他上饮食 啊 然后他已经吃完了 然后呢 向他 顶礼啊 求法 啊 请他讲清说法 这老人家不懂说法呀 啊 哎 这个 他他问了 也不好意思 不答呀 哎 自己在那里很惭愧 啊 叹息 哎 说人哪 这老了就是不行了 啊 就说了这么一句 结果呢 没想到啊 这位优婆仪 一听 马上想到 哎呀 这人有生老病死 啊 这个十二因缘里面呢 无名原形 啊 行缘 名色 名色 啊 行缘石 石缘 名色 这么一直缘下来 缘又生老病死 这么 都是因为无名啊 来导致 所以要断老死 必须要断无名 结果他就进入了禅定了 就这么样一句话 让他进入禅定 哎 后来呢 忽然 就开悟了 正果了 哎呀 他非常高兴 结果呢 在 他这个 睁开眼一看呢 这老人家不见了 为什么这老人家 因为害怕 啊 这个担心 他这个再问第二句 更没话说了 赶紧就溜了 结果这个 这个 优婆一看了 哎呀 这老人家有神通啊 怎么一下就不见了 啊 结果立刻呢 就回到 哎 去找这个寺院呢 找着方丈 啊 说呢 哎呀 今天非常感恩啊 啊 是哪位高僧啊 来度我 让我啊 都已经挣得 果位了 哎 这方丈也是一位阿罗汉 告诉他 是就是某某 那个高僧 那个那个 那个老和尚啊 你去见他吧 哎 结果呢 这个女巨师要去拜谢 啊 那那个老和尚看到 女巨师来了 更加害怕了 哎呀 这还没完呢 还要找我 那我下不了台呢 结果呢 那个方丈和尚呢 就安抚他 说呀 你这一去啊 已经帮助他 开悟正果了 啊 这时候就 这位老人家 心才安下来 这一安 他自己也正果了 就怕心不安 心一安 他也正果了 哎 这佛陀故事里面呢 有这么一等 可见了什么呢 你看这位女巨师 她凭什么能听这一句话 老人家普普通通一句话 她就能开悟正果 哎 说法的人还没正果呢 听法的人已经正果了 为什么呢 因为她有十足的恭敬心啊 啊 真的十分成敬得十分利益 哎 所以大家要真 真正想要听经得到大利益 用十足恭敬心 我没开悟 你们都开悟了 真的是如此啊 啊 好 我们再看底下的经文 这一句是比喻啊 心量之大 能够包容 我们现在讲 度量大 这个度量 能够包太虚空啊 啊 所以学佛 首先得学脱开心量 你看你要到寺院里面 一进山门 天王殿 正对的就是弥勒菩萨像 啊 中国弥勒菩萨的相 大肚子的 那一位欢喜的 一位大肚和尚 这就说明什么呢 先得学大度量啊 弥勒菩萨 就是大慈 就是慈世菩萨 本经里面 有它的名字啊 慈世 就是弥勒菩萨 大慈 无所不能容啊 大慈是平等的 平等的慈悲 那我们怎么学呢 怎么学大慈 怎么学心量大 先要做到内心里面 没有怨恨的人 没有看不惯的人 没有我不能原谅的人 没有我不爱的人 从这儿学啊 哎 这就是大慈啊 大慈是平等 一切人 我都爱 凡事人皆虚爱 天同富 地同在 好 我们再看底下经文 如静莲花 离染无故 这也是比喻 用莲花 比喻 强静 那么莲花 佛门里面 常常用 这也是一种啊 道具 教学的 善小的工具 它是表法的 表什么呢 你看到莲花 根呢 长在污泥当中 它的茎呢 是在水当中 那花呢 是开在水上面 这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什么呢 六道 是污泥 这个出了六道了 上面的水呢 表的是四圣法界 水是清净 四圣法界 花呢 花呢 开在水之上 这代表 它出了六道 也出了四圣法界 换句话说 超越十法界 超越十法界 就是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 在十法界之上 所以离染无故 不仅六道 凡夫的染污 离开了 连四圣法界的染污 都离开了 六道是世间法 不染世间法 那不染世间法 还染了佛法 也不行 也是染污 佛法也不染 像金刚经上讲的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法是佛法 佛法都要舍 那更何况世间法 这是代表 莲花出污泥而不染 那 这个 要舍离染污 最关键的 就是你要放下 妄想分别执着 就才能舍离 所以 菩萨帮助众生 是无尽的慈悲 但是 帮助众生的时候 他没有 着众生的想 这一着就是染污 比如说佛菩萨 讲经说法 没有想到我能说 没有想众生能听 或者是想到 这个 所说的是什么法 他是 没有我的像 没有众生的像 也没有中间 也没有中间法 的那个像 三轮体空 离一些染污了 那我们听法 也会听 也要离染污 现在是听钟老师 讲无量寿经 我在听 听钟老师在讲 讲的是无量寿经 你看 你有没有三轮体空 没有啊 你也在 在做我像 人像 众生像 数者像 所以 真正会听的 怎么听法呢 听而无听 无听而听 不着言说的像 甚至不着心缘像 不起心 不动念 专注的听 不要想 你听法的时候 你要再想 刚才这老师 讲的什么意思 在琢磨着 那叫妄想 分别 执着呀 那听经 如果这样听法 听几十年 都不开悟了 所以啊 会听的人 他不分别 不执着 听到耳朵里 听得很清楚 很明白 但是呢 他不起心动念 不去想 不去琢磨 听懂了就懂了 听不懂 就由他去 这就是会听 这种听经 也是在修 戒听会 你这两个小时 在这就修两个小时 戒定会 不是在两个小时 打妄想 我这边听 边想别的事 这也是打妄想 或者是呢 边听 边琢磨着老师 讲的什么意思 这都是打妄想 或者呢 听着听着打喝碎 这是无名 妄想无名 这是不开悟 所以这是练 怎么练呢 你听到什么 都没关系 关键是 你能够修这个 戒定会 练到什么呢 心能够不动 不为 法相而动 这叫会听 那得到的利益 是无比的殊胜 好 我们再看 底下一句经文 如尼居树 复印大骨 这个尼居树 在印度 是一种热带的树 树很高 很大 树叶也是很大 在树底下 很阴凉 印度很热 大家都很喜欢阴凉 所以都会在树下 所以尼居树呢 也就是代表 佛说法 给众生带来清凉 这是佛大慈大悲 所以复印一切众生 这是讲 讲经说法 孔子讲 有教无类 什么人 他听法都能得到利益 在佛门里面的 这个讲经说法 跟一般学校里 也不一样 我过去是在大学里教书的 大学里教书 学生的素质 比较整齐 那都是呢 你看 我在大学 通常是教研究生版 那都是经过本科 本科呢 也是读那个金融专业 上了研究生 也是读这个专业 大家 这个相差 不会很远 你教起来呢 当然就很简单 很容易教 但是讲佛法不一样 讲佛法这个课室里头是大讲堂 什么人都有 男女老少 各行各业 程度参差不齐 有初来学佛的 有听 有已经学了几十年的 你怎么能够啊 像这里讲的 复音大 让各个人听了 都觉得有利益 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是如何能做到呢 过去 李秉南老居士 教我们师父上 智诚感通 你不是说你很会假 你讲的 这些道理 让每个人呢 听了都 觉得 很受用 不是你自己的能力 自己没开悟 没正果 哪来的能力 甚至我们现在 关机的能力都没有啊 你怎么能讲出来 让众生都得利益呢 唯有靠 自诚心 感通 三宝加持 靠三宝 微神 加持 让这听众 听懂啊 让这个法 能够啊 入到他的心里啊 让他能觉悟 所以我们上 上课之前 都在这个 佛前三顶里 就是求三宝 加持 龙前护佑 让众生能够开悟 你这一讲 自己没开悟 他开悟 祈求福利加持 登座之前 我们要理狮子座 因为这个座 法座 不是一般人能登的 我们登上来 不是自己 有什么德行 有什么智慧 坐在这 真叫德不配位 只是什么呢 还有一点 不忍众生苦 不忍圣教衰 的慈悲心 大夫说法了 佛法不讲 没人讲 不行啊 我们要去讲 但是我们又 没有能力讲 没有这个智慧讲 只好靠三宝加持 所以弘法立生 也是二立法门啊 靠自立 更靠佛力 自立啊 就是这么一种 智诚心 我真想 帮助众生觉悟 自己呢 没有明文立养的心 没有傲慢心 不能说 我讲的好啊 你看 大家都是我度的 这是傲慢啊 别人的恭敬 供养 你就起了 这种贪着 明文立养 没放下 智诚心 没有 智诚心 没有了 就没办法 赶得三宝加持 那 你讲法 众生得不到什么利益 那他可能听一做 第二天不来了 就是他没利益嘛 何必的 就浪费时间 所以啊 最重要是 智诚感同 好 再下面 我们看 第十四句比喻 如金刚处 脱鞋止固 前一句啊 复阴大故 比喻慈悲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这一句呢 金刚处 比喻智慧 金刚 往往啊 用来比喻不弱 金刚不弱 因为啊 在古时候 金刚是金属里面 最坚硬的 它能够破一切物 啊 那么 所以金刚钻 最坚硬 能够啊 破除一切的坚硬物 所以金刚处 用金刚做的处 更不得了 可以破啊 最坚硬的东西 这比喻啊 用金刚智慧 破除一切斜贱之种 斜质啊 也是很坚固的呀 我自己是很感叹的 过去 学佛不深 还没有这样的 深刻的认识 现在学了 将近二十年了 真是虚度二十年 这个妄想 执着 一分都没断 真是坚固啊 那这个执着 最最初 最基础的一分 就是 见思烦恼里面的 见惑 第一个身见 身见都断不了 那其他的别谈了 还执着这个身体 所以自己就感觉到 真的难断 在学习 在用功的时候 苦了 累了 就想睡觉 那精精力就不够啊 就容易懈怠下来了 这什么呢 身见 太执着 太深 所以想想这一生 说要断尽 见思烦恼 出三界 靠自己的力量 确实难 难于登天 那唯有老师念佛 求胜净土去 希望是什么呢 在灵中的时候啊 用自己自诚心 感得阿弥陀佛来接应 凭什么来敢呢 真信 真愿意去 这个世界一切放下 就凭这一点点 信愿 去感得佛的接应 我们再看 第十五句 比喻 最后一句的比喻 如铁为山 众魔外道 不能动固 这铁为山 是指非常坚固的 大山 这是比喻什么呢 不可动摇 众魔外道 都不能够动摇 那什么是众魔外道呢 第一个 讲魔 什么是魔 在八大人解经里面 把魔分了四类 这个魔啊 其实就是折磨那个魔 让我们的身心 都不得自在 都是折磨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五音魔 五音就是我们的身心 五音是色受想行识 色是色身 肉体 肉体 常常折磨 困了 想睡觉 饿了 想吃饭 不吃饭 很痛苦 有病了 那也很痛苦 那受想行识呢 这是讲心 心理 各种的煎熬 各种的那些烦恼 这都是啊 折磨呀 身心的折磨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魔呢 烦恼魔 烦恼很多很多 那佛 把无量无边的烦恼啊 做归纳 归纳成二十六类 六种根本烦恼 二十种随烦恼 那再归纳呢 这是归合 以归纳成啊 三种根本烦恼 就是贪嗔痴啊 那再归纳呢 就是贪 贪是最重 最根本的一个烦恼 所有烦恼都从这生 这就是磨呀 你要远离 磨难 得要把贪念呢 彻底清除 这才能够脱离磨爪呀 第三是死磨 生死都是很大的责命 很苦 人一死了 投胎了 即使你再来生做人 可是你的学的佛全忘了 哎 你要没遇到佛法 那又是颠倒造业 即使你要遇到佛法 你要学 你也得二十岁吧 我就是十九岁 七岁二十岁才接受佛法 那也虚度二十年光阴呢 全生我们知道 肯定我们都学过的呀 没学过 接受佛法 不会生欢喜心的呀 但是你至少 虚度二十年光阴 今年三十九了 明年四十了 学了佛之后 又二十年 感觉到还是虚度 估计前生学的会比这一生还好 这一生实际上都是退转了 所以死磨真是麻烦了 更何况死的时候 佛讲 犹如生贵脱渴 极为痛苦 所以这真的是大折磨 那么这前面的三种 你看五音磨 烦恼磨 死磨 都是讲自己本身 不是外面的 磨就在你自己啊 你看马不马反 没跟磨离开过呀 第四种 第四种才是讲外面的 叫天魔 天魔 不光是指天魔波寻 那个魔王啊 不是啊 魔王固然是天魔了 还关键是指我们周围的环境 环境的诱惑 那就是磨呀 磨境界呀 声色犬马 五欲六尘 都在诱惑你啊 你能不能够不动心 你要动个心 那就遭了磨了 所以啊 要降辅磨磨怨了 降辅自己的心 外不着相 内不动心 这是比喻菩萨的智慧呀 像铁围山一样 不为魔镜所扰 外道是指呢 心外求法 这叫外道 不是说其他宗教啊 那些叫外道 不是了 你学佛的人 心外求法也是外道 这是十五个比喻 给我们讲啊 这极乐世界的菩萨 自行化他的真实功德 这个功德 其实是说之不尽 那佛是用比喻啊 当然比喻 还跟事实相继很远 怎么比喻都不是究竟 我们从比喻当中啊 去体会 最关键的是要去学习 去去在日常生活当中 向这些菩萨学习 去落实 好 今天呢 时间到了 我们就 讲到此地 有讲的不妥之处 请大家多多批评指证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我们来一起呢 合掌 恭念呢 回向祭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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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